国学大师纪献林称 世界上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 自成体系 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 中国 印度 希腊 伊斯兰 再没有第五个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再没有第二个 目前 全球不稳定因素中 民族矛盾 宗教冲突等都成为引发重重战火的导火索之一 为何四大文化体系得以在中国敦煌互融共存 构筑了斑斓多元的敦煌文化 沿袭至今的这种文化在当今的敦煌有哪些表现 为世界文明发展有何借鉴和启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甘肃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郑秉林 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从历史的角度解密了敦煌 对于敦煌成为四大文化体系汇流地的历史原因 郑秉林表示揭开敦煌的密码要从汉代开始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精力 花那么大的物理财力要对雄奴进行战争 实际上他是要打破雄奴对汉朝的一个 就是整个一个封锁 因为雄奴呢他是 他控制了以后呢 东边到武环就到东北地区 西边呢到河西走廊 然后他又给这个西枪啊打成一种结盟 结盟呢在青藏高原这一块 又成了他联盟呢 就是形成那个包围权 汉朝出不去了 郑秉林坦言 张谦出使西域寻找盟友 带回关于西域等地大量建门和丰富知识 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战争 打败了匈奴在河西的势力 匈奴昆邪王杀修徒王投降汉朝 河西地区归入西汉版图 当时号称十万人投降汉朝 当时汉朝政府呢 怎么样来治理河西走廊呢 是想把原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的那些乌孙人 从中亚地区请回来 请回来然后给他们家姑娘 约为昆帝之国 当时这个乌孙人不回来 不想回来汉朝没办法 才精神治理 因此看敦煌的这个地位 就他在斯大文明等等 发展这个地位呢 你必须了解这块历史 让汉朝经营西域地区的 他的基地 是在敦煌 对于多元文化护荣共生发展 在敦煌有哪些表现 这敦煌认为 汉文化和外来文化 在敦煌地区是共生的 在此期间 敦煌呈现了佛教 井教 仙教 摩尼教 本教等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 这也凸显了汉文化包容性的特征 敦煌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宁心俱立 促进中国文化自信有何作用 郑敏林解释 了解敦煌实际上就是探索中国文化自信的过程 当时的交往 就是平凡程度规模 不亚于今天 了解敦煌 实际上它就是文化自信的过程 我们通过敦煌文书 通过敦煌出土的看见 通过续地区出土的文件 又要把这个历史 恢复起来的 谈及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启示 郑敏林认为 文化文明的发展是共生共存共荣的过程 当今社会 国潮文化日趋流行 年轻人对敦煌国潮越来越喜爱 郑敏林认为这是好现象 但是需要有大格局 我们鼓励 就是年轻人 就好敦煌 来从往敦煌 但是我们也鼓励 就是年轻人要通过敦煌 把他自己的胸怀 要放大 要通过敦煌来用世界 就是包容世界 看世界 我们就是不能做成狭隘的一个中国一个感情 实际上我们古代看研究东华 它的眼界事业呢 也是一个要求一个全球 一个事业 最后郑敏林坦言 四大文化体系能够在敦煌互融共生 以及中国从古之间的繁荣发展 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融合发展 互惠互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